《超級新人王》65公斤級B組 第一輪的第一場比賽 紅方選手是這一組的種子選手 來自傳奇格鬥的趙傳林 藍方選手是來自超強搏擊的張孟菲 好 兩下都上來 尤其是張孟菲表現得還是比較放鬆 比較輕鬆一些 哎呦 你看 現在還做了一些挑釁的動作 尤其是在前面這個種子選手都積極落馬了 我們現在都不敢提種子選手 對 不敢提種子選手 所以其實可以就是非種子選手 和他們對陣的時候 從心裡上面有一定的優勢 就前面的種子選手都被幹掉了 對 那我對陣種子選手好像我就會占了很多便宜 從心裡上面是有優勢 來看看能不能張孟菲能不能把這個種子也給他拿下 好 兩人會選換拳 起到位同一條 好 命中了 命中了 趙傳林在武林峰有過十幾場比賽的經驗了 他的特點也是拳法比較突出 而藍方選手張孟菲呢 他是一個學霸 他這個習武的歷程比較坎坷 不要打死了 不要打死了 練過一段 但是中間呢就是為了這個父母 還是希望這個孩子上大學嘛 然後就去上大學 後來還是想實現自己的這個薄熙夢 又重返那台 就父母的心願也要給他完成 對 但是自己的夢想也不能落空 也要實現 對 這個正登腿 好的 趙傳林現在 每出一個動作都喊那麼一聲 這個聲音 這個紅方叫傳林 放鬆這會兒 咱們現在有點挑釁 不把手拿起來 是 你來打我呀 真的是 這兩位表演型的 但是這樣會很危險 是 真的 而且尤其作為兩位 都是這種拳法比較擅長 對 反正就命中 前四拳擊腹 忽然多少 這都是一個放鬆 和這種自信的一個表現 好 還有10秒 還有10秒 互換了掃腿 對 從節奏上來看 還是到場面的節奏 稍微更快一些 對 兩個人好有意思 對 互相在較勁 對 也給我們這場比賽的 胃口給掉起來了 對 接下來的比賽一定會 很有意思 是 好 第2回合 尤其作為年紀型選手來說 第一個回合 稍微試探一下 那麼第2回合可能就 毫無保留了 對 開始把自己這個 武器庫裡的所有的東西 都放在第2回合 哦 現場 還有趙船林的啦啦隊 兩個人還在找這個 拳法進攻的距離 哎呦 這個張孟菲 沒有抓住這個機會 其實對方已經失去重心了 嗯 就可以跟一腿啊 或者跟一拳 再釣一釣 互換一下 啊 然後再去做拳法 哎 飛騎 哎 哎 咱們現在找不到距離了 哎 哎 想打卻找不到距離 還被對方帶著走 對 啊 打打 只能選擇 坐在高 這個下潛的去躲散 哎呦 這麼肌腹啊 趙船林現在終於找到自己的進攻節奏了 沒錯 這個老師 在這的話 這 Exact 我現在的最好 說的 對 啊 是 我現在的 能夠 赵川宁一直在游走游走游走 实际上他还是带动 还是有进攻的 对 有进攻 然后一旦有距离了 整个节奏还是在他的把控内的 有这种距离了 还是自己主动会出动作 是 出完动作还是在游走 所以他孟非现在距离感稍差一些 不进去 前子权又命中了 我们的这个预赛的阶段 采取的是单循环赛制 刚刚也有在讲说 在这一阶段 八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 都能够相遇一次 所以每一场比赛 每一局都很关键 当然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赛制 不同于以往的单败淘汰 也不同于以往的这个 循环赛的这个 其他赛事 这个循环赛它是要计分的 对 每一个小分都会很关键 是 每一局 每一场比赛的 里面的每一局 都会计得很小的分 对 所以它都会影响到你晋级 是否被淘汰 对 好 第三回合 咱们会还要加强这种压制 才能取得一点点成果 不然的话 被对方吊着走的话 两人 拼拳 被对方吊着走的话 这样会打得非常累 是 而且也取得不了 什么好的效果 好的 现在 连续的拳法的进攻 可能在 这个拳法的速度上 张孟非可能 并不占优势 但是我就是多出拳 上过前摆 远御地上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被动的放手 今天下降了 我觉得早上 你今天的前刺拳 其实收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虽然说这个张孟非啊 他能够一直在压制对方 但是 这个运踪率就相对于低一些 打不到 所以这就没有距离 又是一个没有距离 再打空拳 调整一下 再一次组织一下进攻 打不到 赵传林还是跑得挺快的 对 哇 两个人又开始跳动 好好 这个 郭志全又塞中了 这个时候完全的这个节奏 都在赵传林控制当中 是 你看手上的时间不多了 孟高峰加油 张孟非 张孟非加油 哎哟好 这个 好 徐苗 盛登腿上头了 还在挑衅对手 好 两个人开始 这个毫无防守的进攻 我觉得张孟非 甭管比赛输赢 但是我的气势没有输 对 就甭管我打到没打到 对 就是甭管我发挥了多少 但是我气势是在的 其实没输 对 最后还在挑逗对方 对 还在做鬼脸 但是作为年纪拳手 这个比赛还是要去总结的 毕竟我们最后还是要 以获胜为基础 是的 来 我们看看裁判的看法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红 方上 在庄园赢 祝贺赵传林 有请武林峰制片人 总导演于雷先生 在庄园赢